是的主播 台北市無黨籍議員林穎夢 被前助理爆料 詐領助理費 九號晚間剪掉二度約談林穎夢 從畫面中可以看到林穎夢神情平淡 沒有一絲緊張 在調查局人員陪同下 進入地檢署接受診訊 我沒有挪用任何助理費 沒有任何錢到我的口袋 我相信司法一定會還我清白 而這次剪掉也首度約談 涉嫌當人頭的林穎夢前男友葉耀璋 和新創工程師蕭新勝 要釐清供詞一點 葉耀璋在訓後以二十五萬元交保 檢調懷疑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二零年間 林穎夢明明知道前男友葉耀璋 仍在美國無法擔任議員助理 還以他為人頭 每個月請領議員助理補助費 總金額達數十萬元 涉犯貪污衛造文書等罪 三月時台北地監署就曾約談 林穎夢到案之後以一百萬元交保 但當時葉耀璋仍在美國 所以沒有約談 四月多葉耀璋終於回到臺灣 但因為疫情關係先入境隔離 在隔離期滿後才結束 以上最新的主播